就在这里 大家好,我是黑高 今天我要带这条小边木 过来做一下环境的训练 他对陌生的声音 汽车跟人特别敏感 而且特别害怕 今天我要给他做一个社会化的训练 不知道今天的效果怎么样 反正我的做法就是 有汽车来了 或者有陌生人来了 我都给他奖励 分散他的注意力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不断的给他奖励 让他适应这个环境 来人或者来车 都必须给他奖励 不能断掉 也不要太多的废话去讲他 好,这辆多的车来了 声音特别传道 很好 他现在没有一个 很激烈的反应 或者是紧张的反应 走 走走走 有这种声音 出现必须一直给他奖励 分散他的注意力 然后慢慢的拉长你跟狗狗的一个距离 大概一米多左右 不要让他太靠近你 经过这半个小时的脱米训练以后呢 小狗表现的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并不代表他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并不代表 将来我还得用三到四周的时间 来继续做这个环境训练 好了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在训练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留言 想了解更多的宠物训练知识 请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